利益的對價關係 乃至於 針對 跟職務行使有關係 雖然沒有到 對價關係 但是具有原因關係的 不法貴政罪 我們把整個體系 把整個體系 重新的予以爬梳 重新的予以爬梳 讓整個反貪腐的法治 結構能夠完整 那因此 針對目前既有的 違背職務的 賄賂罪 第一個 在法條的文字上面 我們廢除了 賄賂跟其他 不法利益的區別 因為在我國最高法院的 判決當中 有的時候 會陷入 某一個特定的財產 或是某一個特定的財產上利益 到底是賄賂 還是不法利益 事實上 沒有做這個區別的要求 所以我們直接 用不正利益 不法利益 來取代 本來賄賂 本來賄賂 減少食物上面 產生 沒有實意的爭執 那第二個部分 過去 針對 有關於職務行為 跟不法賄賂 不正利益 兩者之間的對價關係 到底是採取 法定職權說 還是採取實質影響力說 在非常多的司法實務判決當中 也曾經產生過爭執 但 伴隨著我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 針對這件事情做出了解釋以後 我們可以清楚地把它劃定 去終結法定職權說 跟實質影響力說的爭議 在法條的文字上面 配合著目前 在實務上 以及在學說上面 相對穩定的見解 把職務行為 改成職務行使 那去建構 他跟不正利益 兩者之間 的對價關係 那除了 傳統的 不管是違背職務 還是職務行使 的賄賂罪 那這一次 我們所增列的 不法饋贈罪 他所要捕捉的對象 是 公務員的職務行使 跟不法利益 兩者之間 雖然沒有對價關係 但是有原因關係的時候 仍然應該要加以處罰 也就是說 他雖然不是構成 我們傳統嚴格上解釋的 對價關係 但是 他是基於 原因關係而產生 這樣子的一個 不法利益的時候 則這個時候 我們增列了 不法饋贈罪的處罰 那這個 在外國的立法力上面 我想最有名的 就是美國聯邦法 18USC 18USC 事實上是美國聯邦法 點的第18章 201條C段 的規定 增列了 這樣子的一個 不法饋贈罪 那同時 也掺著 美國聯邦法 以及這個法 得利法的本質 那排除新台幣 1萬元以下的情況 以免過客 那第三個 是增列 所謂影響力交易罪 這個影響力交易罪 可以說是我國 在聯合國反貪府公約 第18條 國內法上面 的義務 而在日本的立法力上面 日本刑法197條 之四 斡旋罪的立法力 也有相同 也有相同的刑事處罰 那我們藉由影響力交易罪 不要繼續的重放 這一種拿了錢 幫人家喬治 這一種敗壞官僧 傷害台灣連人政治 的過去 這一種醜陋的行為 繼續可以脫逃法律 的規範 那我們增列了影響力 交易罪 那第四點 第四點 過去大家常常看到的 是這一些貪污犯 這些貪污犯 所構成的權貴司法的體系 讓台灣人民 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通常的套路 通常的套路 就是 第一個 審判程序 拖的非常非常的久 而在整個審判程序 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人 就跑了 有很多人就跑了 那除了這個以外 在判決 判刑確定了以後 我們耗費了大量的刑事司法的資源 從偵查到起訴到審判 好不容易判刑確定了 那人也沒有讓他跑掉 結果入監服刑以後 第一步取是馬上到外衣間 做一天算兩天 做一天算兩天 那進入外衣間以後 然後馬上 做一天算兩天 這一種超級優惠折算的方法 讓他們很快就可以假釋 所以在很多重大的貪腐的案件當中 大家所看到的是 大家所看到的是 常常看到實際上面服刑 根本不到法定型的一半 就獲得了假釋 我相信朝野政黨 對於貪污這樣的行為 都是生物痛絕 台灣社會也沒有辦法繼續的容忍 這樣子貪腐的行為 那因此我們認為 為了要有效的發揮嚇阻的效果 同時嚴厲的制裁貪腐的行為 有必要去提高貪污犯的假釋門檻 那讓一般出犯的假釋門檻 從本來的二分之一 提高為三分之二 那累犯假釋的門檻 進一步的提到四分之三 那我們希望 藉由完善反貪腐的法治 讓我國的連人政治 能夠更向前慢一步 那不僅僅是為了要去回應 我們在司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也不僅僅是為了履行 我國在聯合反貪腐公約下面 所負擔的法定義務 更是為了要讓台灣建立一個 連人的政治而共同努力 那以上這個是我們 針對反貪腐法治完備化 第一步所提出來的改革法案 跟大家所進行的說明及報告 那接下來我們除了除弊以外 也有新力的措施 接下來我就交由我們的副總召 黃珊珊委員來跟大家說明 好的各位媒體朋友早安 還有各位網友 我想今天除了我們反貪腐的法治 要健全之外 其實有這麼多的法律修正後 重點在於有什麼樣的人力 來做相關的偵查工作 偵查工作裡面 現在都是有檢察官 檢調或者警察 但是案子都必須到檢查署 來做最後的決定 包括剛剛講的反貪腐 所有的案件也都要檢察官 來做最後的起訴 所以在檢察官的工作上面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那另外加上最近 尤其是這近年來 詐騙案件層出不窮 而且手法不斷的創新 所以受害者常常碰到 覺得好像被詐騙了 但是金流被移轉 所以從整個偵查案件 整個金流的追蹤 都完全要靠檢調警 一起來做偵辦 但是同樣的 近年來檢察署已經被詐騙案件淹沒 也就是說現在的檢察官 有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處理詐騙案件 那我們在內政部警政署統計 其實在這三年 三年中 從110年開始 每一年大概詐騙案件是24000件 但是到去年的112年 三年之內已經增加到37000件 詐騙的金額從56億 現在已經近112年已經高達88億 也就是說整個詐騙案件 已經成為檢察署非常非常重的負荷 但是我們的檢察人力並沒有增加 那而且地方檢察署電信詐欺的案件 它的案件量 也從108年 5年前 34000件 到111年 已經到16萬件 也就是說短短5年之中 它的案件數量成長了360% 整個調查的品質跟效果都非常非常的 能力不足而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也就是說當我們同樣的案件量一直在增加的時候 可是檢察署的人力並沒有增加的情況下 當然它的速度效能都會受到影響 然後基層的檢察官 也就是我們檢管的團體 他們一直在要求說 是不是在法務部可以增設所謂的檢察官助理 我們都知道在之前有修過法 法官有助理 那檢察署當時設置了檢察事務官 但是在民國88年立法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一個要求就是檢察官助理 當時在立法院協商的時候被拿掉 也就是說民國88年到現在20多年來 其實檢察官助理的編制一直是沒有被納進去 但是事實上檢察官的工作量是越來越大 那法官助理檢察事務官都已經入法 而且現在都有正式的聘用 那在這麼多的詐騙案件之後 發現檢察官人力的確不足 所以行政院在112年到113年 用臨時人員的方式聘用了100位的檢察官助理 那這個是兩年的預算 也就是說用臨時人員的方式設置了檢察官助理 在法務部爭取只有兩年的經費 那事實上這100人大概只有到113年底就沒有經費了 也就是說明年開始就不會再有檢察官助理的編制 那造成的是詐騙案件不斷的攀升 加上剛剛講的如果你有這些貪圖的案件 它需要非常長的時間來做偵辦 那檢察官人力不足讓我們不禁懷疑政府真的要打炸的決心 或者是真的要肅清犯罪的這個想法 是不是真的能夠落實 所以我們很清楚的提出來一個檢察官助理 進入所謂的正式編制的法院組織法的修正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 在相關法制跟案件不斷增加的情況下 我們希望人力能夠補充到位 尤其是在檢察官的這個系統底下 讓檢察官在辦案上面有非常多的幫手 可以讓他花時間去做案件實質的調查 跟相關的追蹤 而不是因為案件量過多而造成他的品質不佳 所以我們會在相關的法制上面 具體的話修正法院組織法 將現行以臨時人員聘用的檢察官助理 制度法制化也就是入法 那我們也希望補充補助的人力相助檢察官辦理所有的案件 提高犯罪偵查的品質 還有增進將來司法的相關的效能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提出的第二個 除了前面的希望修正貪腐的相關法制之外 我們希望能夠增加檢察官助理的編制 讓整個檢察官的偵查系統能夠更完善 好 謝謝三戰副總召的說明 我們接下來請吳春成吳委員跟大家進一步補充 好 那個司法改革是這次新國會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也是重中之重 那我們知道這個過去這八年來 蔡英文政府最大的弊病 就是在貪腐的問題 因為她這個 從過去幾年當中證明的 絕對的權力 是絕對的腐敗 那蔡英文總統呢 在2016年 剛上任的時候 就先召開了司法改革國事會議 當中就把不法潰陣罪還有影響力交易罪 納入要修法的政策裡面 八年過了 她從上台就高喊司法改革 現在準備要下台了 一事無成 為什麼行政院這八年來都沒有把這個法案 這個草案送進立法院 就可以到底在遮掩什麼 都可以證明完全執政 就是完全擺爛 所以呼籲蔡英文總統 這個要力挺 這個 這個 司法改革 這個反貪腐的法案 來兌現她的政見 這個在她下台的時候 下台之前 能夠快速的在這個會期 第二個要呼籲的是賴清的 那個準總統 她前幾天一直在 這個舉辦這個 投資未來世代 在跟年輕人檢討民進黨 為什麼大量的流失年輕選票 那她講的最大的原因 就是執政包袱 八年的執政包袱 所以她就是 把這個甩鍋 甩給蔡英文 那既然 這個講了 司法是皇后的爭操 所以對於 這個 我們的皇后爭操 我們的國人 這個是 完全不相信 這個皇后是有爭操的 因為根據 這個 這個每年 這個台灣 公民人權聯盟都會發布 這個司法信心的 民意調查 那最近會公佈新的 但是 還沒公佈 去年 這個台灣民眾 滿億政府 司法改革的比例 只有30.4 相信 司法公正的 只有34.9 也就是說 台灣民眾 三分之二的人 都不相信 司法 而且不相信 司法官 不相信 不相信我們這個司法體系 當中最重要的 都還是在今天所提到的 影響力交易罪 不法虧偵罪 這些沒有落實 而讓政客 可以打插邊球 可以執法犯法 那 弱勢的民眾 還有一般的公務人員 像人球一樣的 被推來推去 那即使受到壓迫 也沒辦法 這個 含冤 招雪 所以 這個 而且看到 這些 被 這些政客 被 或者是被 定罪的 都很容易逃脫 所以呢 都認為我們的司法 在搭假球 所以這一次 民眾黨所提出的 國會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就從反貪府這裡招手 我們是 全力的支持 鼎力的推動 謝謝 好 非常感謝 崔晨兄 其實對於 一般的人民來講 似乎感覺到說 似乎感覺到說 不管是 不法虧偵罪 還是影響力交易罪 好像都牽涉到了 比較監涉的 法學上面的概念 不太容易了解 但我要跟大家 我要讓大家報告的 我要讓大家報告的事情 是說 當 接受 接受 財團 或者是接受 一些金主豢養的政治人物 他不是基於公共利益 而是基於 那一些人 他們的特殊利益 而去發揮 他的影響力 去喬事 就是 改變了 國家 應該有正常 的作為 讓不該 假釋的人 假釋 不該進外意間的 進外意間 國家 針對 這些綠能的政策 這些綠能的政策 做出了 做出了 犧牲公共利益 只獨厚特定廠商利益的 這些行為的時候 明明就違約了 結果 只要到立法院 找到有利人士 跟我們的行政部門 好好的 疏通疏通 了解了解 就可以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正式什麼 甚至重放過關 這樣的行為 在目前的法制下面 沒有處罰的規定 導致於出現了很多 荒腔走板情勢的時候 荒腔走板情勢的時候 沒有辦法透過 沒有辦法透過法律 來予以追訴 這正是為什麼 我們當初在施改國事會議的時候 發現這些嚴重的法律漏洞 也違反了我國 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下面的義務 才會形成共識 要求政府趕快推動修法 把這些破網能夠補起來 我相信 把這些破網能夠補起來 絕對是全民的共識 絕對是全民的共識 不樂見 不樂見 這些破網補起來的 恐怕只有少數 真的在拿錢喬勢的權貴 他們想要盡力的去阻擋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不必等到行政院 提出他們的修法版本 因為過去這六年 提不出來 總質詢的時候問 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那我們台灣民眾黨的黨團 自己就先把相關的修法的版本 能夠推出來 希望在這個會期 希望在這個會期 在委員會的時候 從國會改革到司法改革 這些重要的法案 都可以盡速的趕快排審 能夠審議通過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早上 跟大家記者會報告的修法 主要的內容 好 謝謝三位委員 那麼台灣民眾黨 立法院黨團 會在新的國會 還有新的會期 大力來推動 包含了國會改革 還有司法改革 相關的法案 希望司法的這個 國事會議當中 產出的結論 不要只是開開會 做做樣板而已 然後就傳過水無痕 我們必須要大力的 讓司法正義能夠伸張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開放 媒體提問 有媒體朋友要提問的話 麻煩那個手上有麥克風的話 TVBS 佩玉 好 那想先請問一下總召 就是因為今天可以講記者會 那因為昨天這個 國民黨傳出是說 會來禮讓一席召委 那因為他們是好像說 沒有打算是司法 那會不會希望說 在國民黨禮讓方面 是司法委員會 還是目前有討論到 其他委員會了 我想針對召委的選舉 過去的兩三個禮拜 我相信在場的媒體朋友 大家其實也蠻清楚的 一直被這個問題追問 一直外界給我們的訊息 其實也不斷的在變化當中 但是我們的立場從頭到尾 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也就是改革比位置重要 改革比位置重要 我們真的希望的是 民進黨跳票了這麼多年的法案 從國會改革到司法改革 民進黨不做 在野黨來做 民進黨不做 在野黨來做 所以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都是改革的法案 能夠大家共同攜手合作 努力 趕快讓他完成三度 人民真的等太久 台灣社會也真的等太久 所以包括了那一天 三長的參序的時候 不管是主席或者是傅崑崎委員 我們對外在宣示的時候 那一天的重點 就是共同推動改革法案 那至於召委選舉的部分 我們真的充分的尊重 中國國民黨黨團 他們黨內民主的程序 他們黨內民主的程序 針對召委這件事情 我們從頭到今天 其實都不強求 從來就沒有去求過 或者是說 希望拿什麼換什麼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我們的立場 非常的一致 那尊重中國國民黨黨團的黨內程序 那也感謝傅崑崎總召 他們所釋出來的善意 那至於說 接下來 這個禮拜所要進行的召委選舉 我們還是要尊重 中國國民黨 他們在各個委員會 是不是有推出人選 推出怎麼樣的人選 那我們黨團的成員 會再進一步的討論 另外想問一下三三姐 就是 因為之前有說 國民黨的團的窗口 是洪孟凱委員 那從昨天到今天 有在跟他做一些聯繫嗎 另外今天這個草上 國民黨的立委賴士博 就有講說 他收到一封LINE 是說好像有規劃 會讓出財政委員會 那三姐對這個消息 昨天到今天 我都在騎腳踏車跟全身痠痛中 所以沒有接到任何洪孟凱委員的聯絡方式 那看到都是媒體的報導 我覺得這樣也不太好 有什麼事 我想說可以直接聯絡 那這些傳話或放話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必要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一樣 跟總長說的 我們都保持最大的善意 重點是改革這些法案 不管誰當招委 我相信國民在野黨都會努力的 讓他盡快的落實 這比任何位置都重要 不好意思可以幫我 PASS一下那個麥克風 想問一下就是因為這個消息 就是國民黨決定禮讓之後 這個消息好像讓基層蠻不滿的 他們就認為說就是國民黨過去 不管彈籃百合 都是他們吃虧 然後也覺得說他們有點被民眾黨耍著完 那怎麼看他們對你們這方面的質疑 我相信啦 中國國民黨黨團 不管是內部還是中國國民黨的支持者 大家可能對這件事情都有多元的觀點 但台灣民眾黨的立場 從來沒有改變過 改革比位置重要 我們真的在乎的是這些改革的法案 可以趕快推動過關 我相信這也是台灣 絕大多數的民意 大家所共同期待 共同支持的 至於說 招委選舉這件事情 我們的態度非常的清楚 我們秉持最大的善意 從來就沒有強求這件事情 謝謝 不好意思想再追問一下 因為其實除了國昌委員以外 其他都是新科的委員 如果說他們讓的不是司法改革的話 大家質疑說會不會可能沒有辦法 升任這個招委的位置 想問一下委員怎麼看 其實不會啦 就是大家真的放輕鬆一點 大家真的放輕鬆一點 就是說 在各個委員會裡面 進行的時候 我相信 各個政黨 其實今年新科的委員都不少 那台灣民眾黨 雖然大家表面上面看起來 好像都是新科的委員 但是 其實每一個委員 在他自己的專業領域當中 他都有他的長才 對我們接下來要推動的改革 也都很清楚 那特別是三三跟國城 更是在台北市議會 已經有二十幾年 民意代表啊 的經驗 我相信 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真的重要的問題是說 我們委員會 趕快開始運作 因為 有很多重要的改革法案 必須要推動 有很多 行政部門 在施政上面的時候 所出現的缺失 甚至講的更直接一點 有很多違法濫權的責任 都還沒有被追究 那 及早的 開始運作 發揮好立法院 應該發揮的功能 我相信 這個才是台灣社會 大家共同關切 三立 平均 好 這邊想要問一下 山山委員 怎麼看說 綠委是針對民眾黨 就是主席他回應說是 國會繼承他嗎 所以他轟說是 大喇喇的就是 在佔用立法院的資源 你怎麼回應這件事情 會不會覺得說主席 這樣子的回覆說是 國會繼承他 這樣回覆會讓 綠營有一些 操作的空間 然後另一部分是 剛剛國昌委員他已經 表態說 選新北是選項之一 還說 台北的部分一定是投給你 那你自己 會做這樣的表態嗎 第一個部分應該是 主席已經回答了 重點是 台灣民眾黨是基於我們政黨 包括我們黨團 我們是整個政黨都把工作當成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是互相支援 所以這沒有什麼誰寄生不寄生的問題 重點在於說怎麼樣把工作做好 那當然民眾黨因為黨團的經費不足 所以民眾黨來支援我們 這是我覺得 比任何政黨都要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需要再去把它操作成說誰計算誰 那另外有關選舉的部分 現在我們是立法委員 就把立法委員的工作做好 那我們自己都任要的選區 每個選區都是我們要經營的地方 所以不會是 某些人特定要做什麼 是你把現在的事情做好你才有將來 剛剛這位媒體朋友的提問我想我再補充一下 你可能是我剛剛上一個廣播節目講的 我想把它再講得比較完整一點 因為我在廣播節目上面說的是 我們每一個部分區立委都有自己的責任區 把國會的工作做好 把我們的責任區做好基層的組織 這是我們責務旁貸的責任 那既然我們建議說未來2026年 台灣民眾黨在六都也好 在一些重要的縣市包括了嘉義包括了新竹 我們都應該推自己的人選 那作為台灣民眾黨的一份子提出這樣子的建議 黨有需要要我們那個時候下去戰 當然就義不容辭 那至於是哪個選區現在講 我覺得都還言之過早 先把我們的責任區顧好就好了 那主持人後來進一步追問說 那新北市是不是選項之一 在剛剛那個邏輯下面 答案當然是選項之一 華石山 我要請教一個國防相關的題目 就是有關於金門的漁船事件 那因為最近的話 中國那邊的動作好像也蠻多的 而且他們態度似乎是越來越強硬 包括像是他昨天就拍了排水量超過2000公噸的漁船 然後維護我們國家的主權跟尊嚴 那以及我們漁民的權益 支持我們的政府合法正當的來去行使我們的執法權 這個是台灣民眾黨支持我們國家 支持我們的政府保護我們目前自由民主以及我們漁民權益的基本立場 這個立場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個在相關個案執法的過程當中 在相關個案執法的過程當中 發生了前一陣子那樣子不幸的悲劇 我相信大家都很不樂見 那也因為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說對於一個事件 它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應該要把它調查清楚 盡量不要出現所謂前後說法不一致的狀況 那甚至有的時候 我們早就宣示了說 我們所有的海巡應該都要有迷路器 應該都要有攝影的設備 結果後來才發現沒有 我覺得這個對很多事情 可能我們在釐清事情真相的過程當中 都會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這個一定需要檢討 那也一定要改進 那至於說最後 就是說 中方陸方那一邊他們所展開 這樣子的行為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同時 兩岸彼此要有一個善意溝通的對話 降溫而不是升溫 降溫而不是升溫 我相信 這個不管是從亞太區域的穩定 或者是我們漁民相關權益的保障 乃至於大家希望能夠 不要繼續的去升高 彼此之間的緊張跟對立 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當然會希望 民進黨政府 能夠跟對岸 針對這些相關的事宜 在站穩 確保我們國家主權跟尊元的前提下面 能夠有一些善意的往來跟溝通 我相信 這個絕對對台灣 對兩岸 對亞太的和平 都是有幫助的 我們最後兩期 秉寧 問一下33委員 怎麼看說這個傳出邱國正 要跟蔡總統同進退 那是因為曾經跟賴清德有不過節 甚至是大物語傳事件 邱國正曾經表態說 這個軍方不會介入 所以得罪這個綠營 對台灣的獨派 不過如果他的去職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 國防政策短期內 可能無法穩定問題 想問委員怎麼看 這個好像我不是國防專家 但是我想520總辭是一定會的 只是什麼樣賴清德 必須要提出他的內閣 跟他的新的國防的相關的人選 那不管是不是邱國正 我想台灣應該在國防上面的政策 應該要長期而穩定 那延續原來最重要的 國防的嚇阻的力量 是台灣的最大利益 所以不管是誰來當 重點在於怎麼樣保障台灣的安全 但是也要讓台灣能夠 在美中台三地的關係 我想國防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們期待新的政府 必須要提出更能夠讓台灣人民 安心的相關的團隊 好 金電師 請問一家委員 就是這個 吳斯亞委員有質疑說 這個 立法院的國防外交委員會 國民黨推出的可能是馬文鈞來當召委 他們指引沒有利益迴避 同樣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國民黨提出的是傅崑奇 也認為他是有前科累累 那這邊 這個兩位委員怎麼看 中國國民黨要推誰當召委這件事情 我相信可能要尊重中國國民黨 他們黨內的民主程序 好 感謝大家 那麼司法改革的相關法案比較艱深一些 不過這些內容還有改革 其實跟人民的權益是密切相關的 那麼所有的內容 我們也會在台灣民眾黨的FB粉專 以及我們的民眾之聲YT進步來向大家說明 非常感謝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所有在線上收看直播朋友節驗的參與 也感謝三位委員參加 那麼我們的記者會今天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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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好嗎 可以喔 慢慢慢慢慢慢 別再 1300公里 1300公里 謝謝 年代